大家好,欢迎您观看韩媒频道,我是韩媒,我是加拿大的韩媒 今天是2018年11月26日星期一 我今天的视频呢,想跟大家说一个爆炸性的人物干的一个爆炸性的事 大家都听说了贺建奎了吧 今天在中国横空出世一个科学家,他叫贺建奎 如果你还没有听说他的话,你就跟这个世界落后了一大步 贺建奎,他是什么人呢 他是中国南方科技大学的一个副教授 他已经是停薪留职了 他从2018年的2月份开始 一直到2021年的几月份,我忘了 反正他已经办理了从这个中国科技大学的停薪留职的这个手续 他停薪留职,他在做一个科学研究 他和他的团队做科学研究 他这个科学研究呢,已经有了成果 他是什么科学研究呢? 近期,他向全世界宣布,世界第一对基因编辑婴儿已经健康的诞生了 这一对双胞胎的婴儿叫露露和娜娜 这个露露和娜娜,她的父母现在不清楚是一方还是双方 至少有一方是艾滋病患者 是HIV的阳性 这一对双胞胎呢,他在胚胎的时候 这个贺教授和他的团队就对他们每一个人进行了一个基因的改写 这个改写就会保证他们将来不会得艾滋病 按照通常来说,如果父母有一方是艾滋病的话 这个孩子也是艾滋病的病人 贺教授呢,这个科研成果就是 在胚胎期间对他进行了一个基因的改写 他就不再是一个艾滋病人 因为这对婴儿刚刚出生 现在还不清楚这对婴儿 他们是不是患有艾滋病 这个消息一出呢,在中国 甚至全世界引起了强烈的轰动 其实我不知道全世界 我还没有看到全世界的报道 我只看到中文 在中国引起了相当的轰动 中国卫健委已经敦促广东卫健委来调查这件事 卫健委就是卫生健康委员会来调查这件事 这件事是在26号刚刚报道的 我们今天是26号 中国现在26号已经是27号凌晨了 是中国的昨天刚刚报道出来的 国家相关部门的这个动作相当的快 各个方面都已经做出了回应 南方科技大学做出了回应 他们指责贺建奎以及他的团队 是违反这个人伦管理的 违反人伦管理 违反科学的规范 是这样说的 就是类似于这样的研究呢 一定要在国家人伦管理委员会来进行审批的 经过调查呢 说贺建奎他们这个团队 他们是通过了深圳有一个叫和美医院的人伦委员会 经过他们的审批的 但是呢 这个医院院方表示 他们没有印象对他们进行过审批 他们医院也没有这个项目的备案 但是贺建奎他们一方呢 是有一个相关的文件的 医院呢 现在表示呢 不排除这个文件是伪造的 反正这个事件呢 一定会很快 就会有一个调查结果 也会向大众来公布 因为这件事情太大了 关乎人伦 关乎科学研究 关乎这些个方面 好 中国人呢 对这个植物的转基因 对动物的转基因 还没缓过神来呢 还接受不了呢 现在竟然就出现了人类的转基因 这在世界上是首例啊 贺建奎他这是首例 中国以前没有 世界上没有的 我看到呢 担忧比较多的是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呢 是人伦的问题 另外一个方面呢 就是这个技术啊 能不能确保 这个婴儿 他不得艾滋病 我首先我想说说我的看法 我的看法对人伦这块的看法 我认为人伦方面的没有问题 怎么会有人伦方面的问题呢 我现在就想起来了 以前很早很早以前了 就是刚刚有那个克隆阳对吧 刚有克隆阳的时候 那会儿人说现在有克隆阳 将来就会有克隆人 那会儿就在讨论说 克隆人从伦理上 我们怎么来接受他 因为他克隆技术呢 就是一个copy啊 就是一个copy 从我们人体上 取一个细胞啊 还是一组细胞啊 还是一个什么器官啊 这个我不是很清楚啊 反正从我们人体上 取很小很小的一部分出来 然后呢 就能够做出来一个 跟我一样的人 这个呢 我认为确实有人伦的问题 因为我们就在说 那你从我身上复制出来一个 那这个他是我的孩子吗 他是我的下一代吗 还是我的同一代呢 还是说他就是我呢 有的时候说你要那个出交通事故 或者是怎么样的 说你要死了 对吧 你要死了 然后或者你已经死了 然后又搞出来一个你 复制一个你出来 那这个你呢 这是他是他是谁啊 他是我的孩子吗 还是我的兄弟姐妹吗 还是说是另外一个我 这个伦理上确实是一个问题 对吧 你说他要是我的孩子的话 那他的爸爸是谁 对吧 你说他要是我的兄弟姐妹的话 他跟我父母有啥关系 你说他是另外一个我的话 他还具有我的思想 具有我的那些经验吗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跟我爸妈妈有什么关系 那克隆确实有这么个人伦的问题 但是呢 这个试管婴儿 这个基因编辑婴儿啊 我认为没有人伦的问题 为什么呀 其实他还是个婴儿 他就是 他有父母啊 他来自于他父母的这个卵子和精子 受精之后产生了婴儿 只不过呢 对于他这个婴 这个胚胎的时候呢 就把他的基因给他改了 就去除了他那个艾滋病的那个 那那那个 我也没有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反正是 就保证他长大了以后 或者是他出生之后 他就不得艾滋病 他不是艾滋病人 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事 我觉得如果是真的成功的话 他他没有人伦的问题 他有他自己的父母的 人伦没有问题 然后至于说其他的一个 就是说能不能保证他不得艾滋病 这个呢 就算是说现在这个露露和娜娜失败了 对吧 就算是这两个孩子失败了 那又怎么样 那就顶多失败了 就跟其他的那个婴儿 跟他其他的那个父母是艾滋病 生的孩子一样呗 继续研究啊 那如果成功的话 这个对世界的贡献真的是太大了 他一样让那些个艾滋病人 他们也能生孩子 他生孩子不用担心 这孩子也得艾滋病 这是多好的一个事呢 我觉得这事发生在中国 如果这事吧 我认为这是一个 我会觉得非常值得自豪的一件事 中国终于在某一方面领先于世界 我前几天我做了视频说 啊什么中国没有那个科学啊什么的 中国的科技都不行啊什么的 你看这多好 有人做这样的研究 我觉得贺建奎很了不起 他在转基因在中国 受到这样全方位的 全方面的打压的情况下 他竟然还能来研究 这个转基因婴儿 你说多了不起 我认为很了不起 没有什么好指责的 我们来看吧 看中国呢 他对这件事情 会怎么样的一个处理 但是不管怎么说 这两个孩子都出生了 我就很期待 看看这两个孩子 他们是不是有艾滋病 如果他们没有艾滋病的话 真的是太了不起了 这个贺建奎啊 我现在认为他太领先了 他太敢干了 他这件事情呢 或者会给他捧上天 或者会给他打入地狱 在中国这个环境当中 我觉得给他打入地狱的可能性比较大 因为中国现在连转基因的食品都不接受 怎么能接受得了 这样一个活生生的 对吧 经过基因修改的人呢 这件事对中国政府 对中国民众 都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好 我们拭目以待 感谢您的观看 下次再见 感谢您的观看